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球給彭尊的彭尊 大家好 我是右四籃球的天佑 那天佑呢現在是personal trainer 他是籃球的個人訓練師 那其實就算是NBA球員 他們跟著團隊訓練以外 也會特別請這種私人訓練員 去客製化量身打造你自己的 提升你自己需要的技術 那我現在一週跟天佑訓練一到兩次 天佑今天要教我們什麼 五分鐘讓你學會艾伯森的換手運球 我氣止艾伯森欸 永春COVID欸 好 今天的動作我們分了三個步驟 那最重要的第一個重點就是腳步 換手運球之前呢 你可以用你的左腳做一個小小的跳躍 做一個前後腳的過人 就可以增加你換手的幅度 當我們運球了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左腳起跳 右腳向斜前方做跨步的動作 第一個你可以直接過人 如果加上換手的動作 我們踩彎就可以欺騙防守者 以為是要往右側走 我們就可以加上換手的腳步 那第二個重點呢 我們放在上半身 怎麼樣有效提升你左右的幅度 第一個重心要降低 再來換手運球的時候 要增加你左右的幅度 那我們運完之後就可以 把力量加上去 讓你的球的流動速度更快 這樣就可以讓你的換手運球 留更快的過人速度 來吧 來吧 有點喘 告白 最後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加上第一個腳步 還有剛愛的換手 這就是今天的訓練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給我們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要知道更多籃球相關的訓練 訂閱 又是籃球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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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